歡迎收看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如果把柯文哲整個競選總部的費用 一筆一筆掀開 我送他吃個字 一筆爛帳 欸 我跑了政治30多年 我從來沒有看過政治人物這樣搞的 你根本把你的競選總部搞成一個洗錢中心 好 為什麼這一次柯文哲的記者會大家這麼關注 這幾天燒的到底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聽到很多這樣的公司 可以聽到非常多 他的金流好像是有問題 我們簡簡單單幫他簡單一個懶人包 就是三條支線 第一個 柯友友左手轉右手嗎 以及山友友要發票疑雲 以及致函連連看怎麼樣才能說得清 這三點大概會貫穿在我們的訪談 跟我們的這個說法裡面 今天這一節特別邀請到的是 前民眾黨文宣部的主任柯宇安 小牛你好 趙二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好 小牛 目前兩點鐘這個記者會 我看完了 簡而言之 千錯萬錯都是會計師的錯 你不要便宜行事 你便宜行事的狀況之下 我禁總都不知情 這是第一個出外扛的人 第二個看起來李文宗也扛起來了 他說黨要怎麼樣對我都沒有關係 你怎麼看這場記者會 你怎麼看柯文哲以及黃珊珊 他們的說法 首先我覺得他們欠全國人民一個道歉 也就是說在這場記者會當中 我們唯一看到有道歉的人叫做李文宗 但是實際上柯文哲跟黃珊珊 他們對於這一場所謂的競選經費 所以現在看起來有所謂的 就他們的說法是所謂的漏報 甚至是有所謂的這種 有衝脹的這樣子的疑慮 我認為這樣子的一個錯誤 把它通通推給會計師 是不沒有 我覺得是不道德的 也就是說 一般來說當然我們先講說 就假設真的會計師會發生這麼離譜的錯誤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帳他要呈報到監察院上面之前 那我認為其實你作為一個 不管是競選總幹事業 或者是作為這個所謂的總統的候選人 我認為你在蓋那個帳之前都應該先重複的確認過 甚至你在黨內都必須要討論過 這個帳要往上報之前都應該要經過這樣子一個程序 但很顯然你就是100%的相信你的會計師所呈報這些數據上來之後 然後就把它往監察院這邊報 然後就發生了現在這樣子一個非常嚴重非常離譜的錯誤 那所以我覺得這對於所有這種辛辛苦苦工作賺錢 然後捐小額捐款給你的這些小草們來說 我覺得你欠他們一個道歉 也就是說你並沒有很妥善的去運用這些 他們所捐的這些款項 然後甚至現在還發生到這樣所謂的漏報 甚至有這樣錯誤這個暴障的這樣子的疑慮 尤其是今天這場記者會 我認為他也沒有完全解釋清楚 也就是說他今天這場記者會告訴你 他有這樣的憑證 然後他只是把這些款項呢 多餘的款項 因為這個支出 他說他沒辦法一筆一筆查核 他時間不夠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錢都沖到了尼奧跟 所謂的這個時樂這兩家 他們友好的公司身上 但我相信首先第一個 尼奧跟十二要出來講 就是說對於民眾黨這樣的說法 他們認可嗎 也就是說 用這種方式 就是他們好像認為是說 因為尼奧跟十二是他們比較友好的廠商 所以就可以把錢呢 這種無鬼搬運的方式搬到他們那邊去 用他們的名義去做支出 但實際上這筆錢 就算好 就算你沒有找到憑證 但這筆錢不會消失啊 這筆錢現在是憑空消失的狀態 監察院查核的時候相對之下 你的競選經費裡面剩多少錢 有沒有剩 這九百萬現在是關鍵了 這九百萬不會憑空消失 小牛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在整場記者會裡面 你沒有看到柯文哲 你沒有看到黃珊珊真的發自內心去道歉之外 感覺都在推脫啦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了 感覺是推給端木正 就是他們的會計師 以及李文宗來道歉 但是真正關鍵的人 你剛剛說的尼奧 或是這個實樂等等的 他們並沒有來到現場 甚至會計師也沒有來到現場 就可以這樣子推嗎 是 那我認為他們現在 我覺得尼奧跟實樂也要跳出來講 就是說對於民眾黨用這種方式 用這種可能福報的方式 把他們的一些支出 都塞給尼奧跟實樂這邊去出 出帳 然後呢 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到底這個是不是之前有這樣子講好 用這種方式去做處理 不然怎麼會這麼剛好 都塞給 把這些多餘的款項 照理來講 你要隨便挑一家廠商去衝 那你都可以 但是很顯然就是 這個端木正會計師 如果他用這樣子的做法的話 用這種低端的手段 去做這種暴障的行為 很明顯就是因為他們認知到 尼奧跟實樂 是跟民眾黨的 不管是黃珊珊瑤或是裡面的任何人也好 他們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嘛 所以雙方是不是之前已經有協議過 用這種方式去處理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尼奧跟實樂要出來講清楚 而且重點是現在這筆錢 到底在哪邊 他不會憑空消失 但很顯然今天他只有交代說 他有這樣的憑證 他有這樣子的款項流動 但是他並沒有把這個金錢 交代得非常清楚 這個錢現在就這樣消失了 那我認為這個是民眾黨 現在沒有解釋清楚的一個部分 小牛你剛剛說的沒有錯 這個你要跟這個民眾黨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錢都往他那邊衝過去 這是我們第二題要來談的 但我們想要談的是李文宗 因為李文宗的這一件事情 大家非常的關注 就是我剛剛講的 柯友友真的是 左手換右手嘛 因為其實木可公關公司 簡單來講 就是柯文哲授權給他 賣小物之類等等 看起來沒有太大問題 他賺了柯文哲大概3963萬 2623元 賺錢沒有問題 但是今天你們有回捐回去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負責人李文娟 他的哥哥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在記者會上一直道歉的李文宗 說黨可以處分他 都不是問題的這個人 那當時李文宗 又是你柯靖總的財務長 所以這個觀感上面 就會出現一個大問題了 接下來第三個問題是 今天記者會上面 他沒有講清楚了 小牛要幫我們來 好好的問 到底李婉軒是誰 李婉軒今天 對外他說是木可員工 還是一個對接窗口 但是柯文哲的申報資料裡面 你們可以去查 監察院的申報資料裡面 竟然人事費用支出裡面 也有一個叫李婉軒 怎麼有同名同姓 這麼巧的人 那請問木可跟柯靖總 薪水為什麼會是一起付的呢 還是領兩份薪水 還是他們兩個根本不是一個 獨立的公司呢 針對這個爭議 小牛你怎麼看 首先他們今天並沒有把 所謂的木可公司 跟所謂的禁辦財務 為什麼混在一起這件事情 講得非常清楚 從頭到尾只有看到李文宗 不斷地去講到說 他所有的財務都是他這邊 所去簽合的 所以他要對一切的事情負責任 但很明顯 當時委由李文宗管理 整個禁辦財務的人 就是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今天並沒有跳出來 把這件事情解釋得非常清楚 甚至沒有對這件事情 來去做任何的道歉 給任何建議 因為這件事情完全 其實現在來說 你要說法律責任上 可能並不會有太多的一些法律的 在法律責任上可能倒是其次 重點是社會觀感 你怎麼看 就是這個 左手是你這個木可公司 右手是你競選辦公司的財務 而且是你兄妹倆一起都擔任這樣子的一個 財務總管的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你看前幾天有這個 所謂的民眾黨的人士裡面爆料說 所有的款項都必須要透過 李文娟的簽合 才能夠發給他們 就是必須要由他那邊去核定 這個款項才能夠下得來 對 因為針對於今天這個事情 李文宗他有說 他的意思是說 所有的款項 所有的東西都是我簽的 今天記者有特別去問他這個問題 但是大家問題是 你這個感覺沒有說明白 因為你各個媒體播出的那個截圖 就是你的妹妹感覺有經手過這些帳戶 以及我們剛剛提到這個李婉軒 他是何方神聖 對 李婉軒這個就我了解 據了解 也跟李文宗兄妹有親戚關係 都是一家人 所以其實他們應該也都是 就算不是直視的親屬 但也可能就是一些 就是一家人的關係 所以李文宗他當時確實找了非常多 他的親朋好友進到木可公關公司這邊 然後呢 同樣的也在競選辦公室這邊來去工作 所以很明顯就會發現到說 當時的這個真的確實是所謂的 一套人馬兩個招牌 就是同樣都是一套人馬 然後他可能把薪水也掛在所謂的競選辦公室去領 但實際上呢 是木可公司跟所謂的這個 交代清楚木可公司的營收 也就是說木可公司現在 就他們的聲明來說 準備是要解散的狀態了 但是他的營收並沒有交代的很清楚啊 你沒有告訴大家說你去年到底賺了多少錢 以及今年你說你回捐了170萬 但這樣相關的一些賬目的這個憑證也好 或是賬目的這些就是你真的有回捐了這個證據 我們沒有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證據 只有聽你憑空講說 你要回捐170萬給這個民眾黨 然後呢就把這個公司給shut down 然後從此之後呢 就把所有的這些盈餘通通捐給公益 我覺得這都是推脫之詞 因為你根本沒有交代清楚 因為木可公關公司不是一間單純的公司 它彎彎圈圈就是為了要去販售柯文哲小物 而成立了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的營運 完全就是靠著柯文哲的選舉來去支撐 那所以他所獲得的這些收益 依法必須要受到政治獻金的規範 但是很明顯的 今天他們完完全全並沒有做到這 就去年這一整年的申報看起來 所以小牛 所以從你這樣的脈絡這樣看起來 包括了木可 今天在記者會前面 他發了一個新聞稿 他特別說 好 我們現在開始結束營業 我們結束營業之後 我們現在所有的營餘 我們作為公益用途 這是記者會前他先拿出來的新聞稿 後來你也看到了李文中這個地方 他跟大家講說完全不知情 但是我畢竟是當時管財務的人 我願意接受所有黨的一個懲罰 感覺這也是一個脈絡在的 另外我要再來請教小牛的部分是 你剛剛有提到黃珊珊御用 為什麼 因為時樂跟尼耀就是他當時這個 被他們所說這個沒有很認真的會計師 他把錢全部都灌到這兩間公司裡面去的 那這兩間公司裡面去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會說黃珊珊御用 關鍵在哪裡 因為時樂跟尼耀公司的負責人叫做戴力林 大家記得這個名字 黃珊珊他當時在選2022台北市長的時候 就是找他來承包 甚至開會的時候都找戴力林來參加內部會議 到了2024年柯文哲昂出來選總統的時候 明明就知道這個尼耀的報價比較高 甚至配合度差 據傳都是黃珊珊當時全力來挺她 那全力去挺她的時候 為什麼尼耀跟時樂要突然咬出說 發票不死這件事情呢 你們錢沒有給我 不是那麼麻吉嗎 不是錢都灌到你們那裡去嗎 原因倒是什麼 今天黃珊珊有針對這個出面來說明 我們下一聽 漏報 短差 許報 就是這整件事件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但是這中間沒有人未造任何發票 也沒有人未造任何支出凭證 這每一筆的支出都用在了選物上面 但是會計事務所把我們交給他的支出凭證 放在一旁 沒有登錄 然後到結算期發生短差 他自行調整到其他的公司名下 這些公司並不知情 也沒有開立任何的發票 這個就是非常清楚的虛偽不適 所以就這三樣事情 我們講得很清楚 第一個 因為我們的錢都用在了選物上 我們都有支出凭證 所以這短差的一千八百多萬 是我們現在比出來的 那他調節的這大概兩千萬左右 我們現在也還在清查其他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會就相關的部分 向監察院提出補證 第二個部分就是 接下去我們還會再去清查 其他的相關的收支 是不是還有這樣的短差 那最重要的是 對於廠商受到外界的誤解 還有攻擊 還有對於支持者 大家的擔憂 還有社會 大家對我們多受關心跟討論 我身為競爭總幹事 還是要在這邊向 所有的支持者 還有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表達我們的歉意 來 小牛你剛剛也有聽到 這個黃珊珊的最新說法 那其實裡面有提到一些關鍵點 包括他說他其實跟 石勒尼奧合作非常久 但是他沒有把裡面的關鍵講出來 為什麼會突然翻臉 這是其一 其二是針對於柯P演唱會那邊 他認為說是正常的商業行為 不是什麼募款之類 但是這兩個說法 能夠取信現在台灣民眾嗎 你怎麼看 絕對是沒有辦法取信 首先第一個 柯文哲當時辦演唱會 不斷對外宣稱就是他缺錢 他想要募款 所以他要來辦這場演唱會 那既然是募款 那募款這兩個字 大家應該都聽得懂 這個中文字大家都知道 這絕對是跟所謂的商業行為 是完全不符合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 你在那場演唱會當中 因為你不斷的多次強調說 是因為你缺錢 那你缺的是什麼錢 當然不是你什麼缺房貸的錢 缺車貸的錢 不是嘛 是缺你選舉的錢嘛 那你為了選舉而募款 這個動作就是所謂的競選行為 那所以你在這過程當中的 所有商業行為 都要符合政治獻金法的規範 那所以今天這個當然就是要回歸到就是說 這件事情 木可收到這筆款項之後有沒有回捐 那現在黃珊珊告訴你說 今年他有回捐這筆錢 這去年可能沒有 因為去年他可能捐了一次 發現到木可去年的這個營運 是非常的困窘的 那所以呢 他去年後來又把這筆錢退回去 那今年他可能有一些盈餘之後 他捐了聽說就是回捐了170萬 給所謂的柯文哲競選帳付 那這件事情當然就是我認為他們必須要充分的揭露相關的證據 因為目前都是他們片面支持 而且再加上剛剛講到說 木可馬上就解散了 他馬上就要把所有的這個財務清算完之後呢 通通全部捐給公益團體 我認為這叫做燕滅證據 也就是說 他們現在就覺得說這件事情出事之後 用把公司解散方式讓大家既往不救 但是很顯然的 這些場就是到底 因為木可的 我剛剛講過 我木可的成立完完全全就是依附柯文哲競選團隊 這些競選的經費 包含了這些小草門的這些捐款 而生的一家公司嘛 那所以你的公司的財報 你公司的這個每個月的營收 狀況是不是應該公佈出來 讓大家清楚的檢視 而不是今天一句話說 我要把這公司解散 這間公司就這樣算了 那我認為 我認為小草門不能就這樣算了 一定要好好的去繼續監督說 到底不管是今天台灣民眾黨要還是柯文哲競選團隊 還是李文忠李文娟兄妹們 你們必須要把木可公司的這個財務狀況 詳細的公開透明的公佈給大家知道 這樣才能夠讓大家取信 而不是今天開了一場非常籠統的記者會 請民眾黨的發言人去代念 木可公司的聲明稿 這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情 木可公司不是民眾黨的黨營事業 民眾黨怎麼可以去做黨營事業 那這樣子的行為不就是證明了 你木可公司跟民眾黨之間 千絲萬縷的關係 簡不斷理還亂嗎 好 觀眾朋友 其實你剛剛看到 木可是關於柯友友的部分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山友友的部分 今天還有第三條之線 我剛剛跟大家講過 跟陳志涵是有關係 就是因為四叉貓去咬出了這間公司 叫做時間公司 時間公司真的是太詭異 你能想像 他之前是做一些室內裝潢 輕鋼架工程 不動產等等 好 就在去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七月他突然壞個名字 原本叫做軍語國際 他現在要給你叫做時間公司 好 就那七月份之後 他陸陸續續十月 十月 十二月 竟然拿了柯文哲的一千萬 那一千萬他現在被大家笑得要死 原因是因為 他的官網超級陽春 你上網去Google一下 你就會知道 這家公司有辦法拿到一千萬嗎 好 我剛剛說 這個跟陳志涵有關的原因 就是因為 現在玩這個所謂的連連看 就是時間公司的粉絲團 去連連連連連 發現他只追蹤這幾個人 一路追下去之後發現 這個裡面有個Amanda這個人有沒有 他是Vicky 就是陳志涵的好友 就因為這樣子 今天陳志涵在記者會的時候 也跟大家講 這是一個很無聊的連連看 這很無聊的連連看 我們就不談嗎 沒有 因為今天小牛他要跟我們講的事情是 這個所謂的時間公司 他背後的負責人 他跟星光有關係嗎 小牛 是 這個昨天的半夜 我想這個大家開始在挖 就是雖然說民眾黨不斷在強調新竹有大祕寶 但很顯然現在看起來民眾黨大祕寶比較多 尤其是這個競選經費裡面 這個時間工 時間 他的名稱完整名稱叫做時間有限公司 所以就被大家笑稱說這個時間就是金錢 Time is money這樣子 就是他透過時間公司 這個賺了柯文哲這個所謂的競選經費 大概一千萬左右的這個金額 包給他們去承包 聽說就是一些影音製作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這一筆這麼龐大的款項 那大家就會好奇說這家公司的這個來歷到底是什麼 但很顯然的 我們從公開資訊 是查不到任何他們過去的一些時機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一些跟影音製作相關的一些 關聯性的一些他們的成品或作品 給大家知道說這個是他們所製作的 所以我自己認為這整件 那當然大家就會好奇說 這個背後的這個所謂的負責人 到底跟民眾黨之間的關係是有多密切呢 那在經過昨天大家這樣爬梳的過程當中發現到 他好像跟陳志涵有一些關係 那不過呢 最後被大家挖出來 我覺得最重磅的這個消息就是 這個所謂的他的負責人叫做賀林 以及他的另外一位 這間公司的所謂應該是他的 類似董事長的職位 就是所謂的他的名字應該叫做簡雪茹 賀林跟簡雪茹在2005年的一篇報導當中就有提到說 他們好像是當時星光金控 星光受險集團所培育的一些優秀的人才 那也就是說他們兩個人的這個根源都是星光集團 那這就讓大家非常有趣的 因為民眾黨跟星光集團的淵源也是非常的深 尤其是他們的這個副總統候選人吳欣穎 過去就是星光人獸的一個主管 過去就是在星光人獸這邊 跟就是新莊家族企業的一員 所以大家就會好奇說 這個時間有限公司 到底跟吳欣穎之間的關係 這個到底這個東西 我認為吳欣穎有責任必須要出來講清楚 就是說今天這個競選的 最後你要申報給監察院這一份這個競選經費 最後蓋章的人 一個叫做柯文哲 另外一個叫做吳欣穎 所以吳欣穎今天照理來講 應該也要出現在記者會 而且我認為他必須要把時間有限公司 跟他的關聯性要解釋清楚 也就是說當時競選我們都知道 吳欣穎他好像也有跟所謂的競選總部 申報了一筆經費 去成立他的個人的文宣團隊 那這個是不是跟時間有限公司有關 以及時間有限公司到底做了你什麼樣子的內容 這個是不是讓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東西到底值不值一千萬 我相信這個是小草門非常關心的 就是小草門捐了這些政治現金 他們當然就希望你能夠妥善的運用 要非常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省吃鹼用 去用他們所捐獻的這樣 這些血汗錢 我認為這個才是大家現在關心的一點 好 我們今天謝謝小牛為我們分析 但今天不管怎麼樣看起來 的確柯文哲出席了 黃珊安出席 陳志安出席了 甚至這個當時的財務長也出席 但裡面幾個關鍵人物 是不是應該也要講明白 也要說清楚呢 尤其是會計師以及 剛剛我們提到的這個時間公司 這背後到底有什麼疑雲呢 而今天柯文哲的確開了記者會 但是他把這個假賬的事情說 全部都推給了端木正 好 民進黨議員簡舒培 看完記者會之後他痛批 根本就是荒唐 我們來聽簡舒培怎麼說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荒唐 你想想看檢查 他們說他們把整個單據 都委外給會計師 來做燈打 來做報仗 那會計師這麼多的單據 為什麼要獨獨掃漏十幾張啊 他說他掃燈的十五張 漏爆了三張 會計師的會計師事務所 燈打的可能是幾千張的單據 為什麼要獨漏這幾張 我覺得這真的是預蓋米漿嘛 另外我要再講一件事情 為什麼今天會計師 最重要的會計師 柯文哲的餘文端木正 沒有到記者會現場 如果真的是會計師做錯 那出來道歉的應該是會計師 那為什麼今天的柯文哲記者會裡面 獨缺端木正呢 還是他們早就已經講好 要把責任全部都推給端木正 端木正不能出席記者會 因為端木正出席記者會 搞不好會講出實話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記者會 讓大家看起來是非常荒謬的 因為我們今天是記者會 所以還是希望是以記者 媒體朋友們在現場為主 我們謝謝來現場關心的 所有好朋友們 今天我們就是想要主意的來釐清 所以今天是解釋說明的記者會 我們還是希望以記者媒體朋友們為主 好我們的同仁請協助 人員將他帶離現場謝謝 還可以看到記者會上突然有一群人衝進來 而且造成了一宗混亂 疑似的是有外場的人 來到了這柯文哲記者會現場 還是蓋你關心 什麼啊 台灣國的 什麼都不要動 都不要動 要不要講話 要不要講話 我沒有來信 要不要慘 不下行 放手放手 警察幫我 警察幫我這個人是誰 不下行 你們都不要把警察 跟你們無關的事情 你們都不下行 你們都不下行 我們在上班主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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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手 警察 警察 警察幫我 不要警察 救我 好啦 救你的樓下 不要警察 不要警察 好 那我們在兩分鐘後記者會要繼續開始 你們在兩分鐘後記者會要繼續開始 你們也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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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朋友們 不好意思 我們在兩分鐘 記者會會繼續開始 大哥 小心 你是不是在做什麼 大哥 小心一點 放手 大哥 不要激動 大哥 不要激動 放手 我不是你 你是不是在做什麼 我也不是你很像 來 知道 大哥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好不好 冷靜一點 都不要動 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我們來協助你 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我們來協助你 不要嚇害人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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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這樣 我們人住的福利 冷靜一下 找我 我們住的冷靜 冷靜一下 大家都冷靜一下 我們在那邊說 我不知道在補充的 你不知道 這個人有討厭 我不知道什麼 我偷的場地是 我在補充上頭下 柯文哲 可以看到民眾黨的記者會現場 出現了不明人士來抗議 而且不斷的在嘴中大喊著 相關的警察等等 那麼現場一度陷入的混亂 此刻這記者會平擺當中 而這名不明人是他的身分 以及他的訴求 以他抗議的內容究竟為何 好 那接下來要針對的是 剛剛所提問 時間公司的流向 一家都賊 好 那個跟大家說明一下 剛剛民視的朋友有問說 這個時間公司 好 針對假裝淫雲 這柯文哲是強調團隊不知情 稍後也請您持續鎖定 好 那麼接下來這個時間 我們就交給黨主席 同時也是身兼候選人的柯文哲 來對大家進一步的說明清楚 現場的媒體朋友 還有在網路上看直播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這兩天相信很多支持者 看到新聞報導都感到非常的憂心 對於我們在監察院政治獻金 申報的資料是錯的 被感到震驚 其實我也相當緊張 我知道說事情的真相 絕對不是電視上那些名嘴 側翼在講的是那樣 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第一瞬間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利用在 週末假日的時候 把我們競選團隊 過去有關的人員找回來 利用假日 徹底的清查 因為這兩天 這幾天的這種努力 現在才有辦法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2024年這一場總統大選 我感謝美筆小樂捐款 也因為有這些捐款 我們才可以撐到主 我知道大家會捐錢都是因為 希望說台灣可以更好 也希望說柯文哲有機會來改變文化 所以才有這些捐款 今天調查的結果顯示 我們現在所有的支出 都有憑證 都用在選舉相關的事物 更重要的 他沒有跑到任何個人的口袋裡面 但是為什麼還是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整個那種登打的業務 全部外包 只會有人 便宜行事你知道 沒有一筆一筆輸入 最後就找那個最大筆的把它灌進去 造成今天的這個錯誤 這次總統大選是台灣 我們民眾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 其實我們很多還是在沒手 也沒有經驗 我也認為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其實這種在監察院的登錄 這種錯誤是不應該發生的 那既然已經發生了 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 再去監察院補證資料 我們會從錯誤中學習 也會用最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繼續進步 這才是負責恩的做法 會保證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我們不會被任何挫折擊垮的 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好 謝謝大家 好 以上是今天我們針對這一次 所大家外界的疑慮 我們逐一來說明 我們要很重視強調 我們的每一筆政治獻金支出 都用在選舉事務相關 沒有進到任何一個人的口袋 而且我們非常重視嚴肅以對 那麼接下來我們這個時間 相信還有很多媒體朋友 有一些疑問 我們的同仁已經有把麥克風準備好 請要提問的媒體朋友幫我舉手之後 我們同仁的麥克風到你的手上 請您幫我們報一下你的媒體機構 好 來 來 ET 的原因嗎 喂 喂 我想請教我一下 因為這個會計師端木正現在爆出了 這麼大的瑕疵 造成民眾黨嚴重受損 現在跟他還有沒有合作的關係 那會不會來跟他解約 那他是不是還有黨員的身份 要不要送中平會處理 謝謝 好 我們請 沈安姐來幫我們說明 我想當木正會計師是在去年七月 我們總部跟他簽約的 所以他是去年七月他是沒有任何的黨職 然後他今年三月 是因為我們本黨的中央委員陸續有辭職的情況 他三月地補了 但地補沒多久 他也因個人因素自動離職 所以並沒有參與黨務運作 那對於我們跟他的合約 我們當然是要先清查相關的事實 所以我們還需要他的協助跟配合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對於相關的工作 我們還可能要做一些調查 那當然會計師該負的責任 我們也會依法追究 那我們自己 尤其我們財務部門 跟他核對的過程 這些細節 我們都還希望把它理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為止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再 現在這段時間能夠把這些事情盡處理清為準 好 來 還有嗎 好 一樣 這題一樣再問一下 就是說因為現在有前黨員就是徐慈稱爆料說 當時在社會力部暴障要經過李文娟審核 那現在到底是民眾黨的財務 到底是李文宗還是李文娟來負責 到底為什麼當時申報會有李文娟來禁售 再次再次來說明說 這所有的憑證裡面都是我牽制 那在整個來講的話 因為競選的跟有關財務的事情非常多 他就是協助而已 好 謝謝 好 東森 好 東森 蔡衛夏 蔡衛夏的山山委員 可以說明一下您跟賴麗玲的關係嗎 現在外界有認為說你們是好姐妹 那這一會再出來爆料 會不會認為說她是出來反咬你一口 因為現在外界有先質疑說 黨內有人是認為說您這個危機處理有問題 那您個人會有負起相關政治責任嗎 謝謝 我想先說明 甘利林當然是我朋友 我在選市長的時候 三場造勢大會都是她辦 他們本來就是在相關的演藝單位 他們本來就是辦大型活動的廠商 所以在這次總統大選 不管是主席的演唱會 還有我們最後六場大型的活動 他們本來就是很適格的廠商 而且跟我們的合作關係 那她在發現這件事情的時候 她有跟我反映 我們也都立刻跟黨部回報 但就像剛剛說的 我們財務部的主管們 大家清查完畢 沒有查出這個問題之後 還要去找會計師 在這個時間上我們再回報她 會耽誤了一些時間 那對於他們來說 廠商來說 他們很清楚 他們沒有這個收入 這個是很明顯是會有逃漏稅的問題 所以對廠商來說當然是很大的打擊 所以我覺得 事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所以當她發了聲明之後 我們就立刻做了相關的處理 也因為這樣才能夠去對出這些相關的擔局 我想每一個人在社會上做事 都是秉持正直跟誠信 不是誰要來鬥爭誰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好 稍等一下 我在大家下一個提問之前 大家桌上應該都有收到 我們代為募可發的聲明書 那這個聲明書也請大家 先幫我們詳細的閱讀 那稍待一會我們再進行說明 來 那個民視 那想問一下 剛剛提到演唱會的部分 因為現在又爆出77萬 那因為之前發言人說是商業活動 那主席又說是募款 所以這個77萬是有申報政治獻金嗎 那另外還有 因為還有一個時間這個公司 那有一筆一千多萬的金流 是不是這邊也有來細查 好 我們先 沒有 時間的我們等一下請志涵 然後呢這個前面請三先回答 有關演唱會的部分 就是大概在我們其實籌備的很早 我們大概三四月的時候就開始籌備 那時候其實還沒有所謂的參與選舉 因為520之後才是正式的選舉活動 那當時我們在籌辦的時候 就是以商業活動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 以商業活動的方式就是募可 他取得好這相關的盈餘 那之後募可公司呢 在去年其實也都有 回捐給柯文哲競選總部的賬戶 裡面有一百萬 但是因為他是第一個 會計年度沒有任何的營收 所以捐款依法要必須退退回 那今年募可公司也陸續捐款給民眾黨 大概一百七十萬 所以就這個部分 演唱會的收益 不是收益 它是一個應該要做相關的處理 它就是一個商業活動 純商業 雨萱 你開始搞一個募可公司 然後那不虛報名目 我覺得已經夠扯了 你拿你自己的兒子當人頭 我已經夠扯了 你去砍小草 叫小草做牛做馬 結果錢不給人家 我覺得也很扯 今天爆出來的新的更誇張是 你今天的競選總部說 我給某某某公司給了五百萬 給某某公司給了一千萬 結果現在這些公司 全部跳出來說 沒有 我沒有收到這些錢 如果這些公司 現在都沒有收到這些錢的話 那五百萬一千萬 到底跑到誰的口袋 難道柯文哲真的把自己的競選總部 把自己的文宣費用 當成洗錢中心嗎 柯拉哥這已經不是三大問題 也不是什麼政治 也不是什麼貪污的問題 柯文哲他這個人是 人格有問題 真的 因為我們看完這些事情之後 你發現這不是什麼 這根本是爛死一大堆 跟阿嬤的裹腳步一樣 又臭又長 數不完嘛 我送他四個字 一匹爛帳 從我來講 我們木可公司 我們講做假帳這件事 已經很誇張了 結果後來發現 他膽大包天 因為他不是這樣對木可公司而已 你知道他對誰嗎 對誰 對民間的公司 民間的廠商 跟他八竿子打不著的 他也敢這樣幹 不是你說木可公司 左手跟右手 都是我自己的親信 所以我愛怎麼報帳 我愛用授權費 我要用咖啡包 我該用租賃費用 反正那是我自己的人 你不會跟我擺我套 你連對外面的人 都敢這個樣子 吃了雄心報紙蛋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你看今天就有一家十二公司 透過媒體人看上去 跳出來說 欸不對 我們怎麼會發生這種怪事 因為他們去看了政治現金網 他們看到了媒體報導之後 發現說 我怎麼的時候莫名其妙 變成是我賺了錢 我自己都不知道 他說來第一場 十二月十七號 桃園場 十二月二十號 新台幣五百萬元宣傳廣告費 不知道你猜怎麼找 十二公司說 沒有 根本沒有這一筆 莫名其妙 柯文哲幫我賺了五百萬 我們去查根本沒有承接這一項業務 我根本沒有收你五百萬 可是你的競選經費裡面有這五百萬 這五百萬 跑到哪去了 就報假帳 就直接就報假帳 報假帳 就是報假帳 因為我沒有賺到這筆錢 我也沒有跟你收這筆錢 結果你把我報這筆錢 這不是報假帳報假帳什麼 而且各位 還不只一筆 他說我們還繼續看下去 一月五號的時候 發現有一筆更誇張的 一千零八十七萬八千塊的轉播費 那柯文哲你知道這荒唐在哪裡嗎 荒唐在哪裡 你做假上你也認真一點 他說我們公司的業務 根本沒有媒體轉播 我們是代收代付投地廣告的 你怎麼會把我們寫成是轉播商啊 請你們將其更正 那你把這兩筆你知道是報到哪裡去嗎 報到哪裡 監察院耶 你根本就是我們講膽大包天 胡搞瞎搞嘛 所以你現在等於說是有 一千五百八十多萬 甚至應該講是將近一千六百萬 這個帳是報假帳 這個錢根本沒有給廠商 結果你報出來以後 可能放在自己的口袋 而且剛剛講的 台南廠這個更妙 他說這個場地使用費 我們剛剛講的 現在才知道 一般的場地都是兩萬三萬四萬五萬 他那個場地費 根本給你虛報給你福報 不但虛報福報 一樣 你也塞到人家的帳目裡面 你知道為什麼他那麼計較嗎 當然因為今天如果十二公司 他這樣報 然後到時候國稅局查說 你們漏報了這幾項 那個是要罰款的耶 到時候他們是要補繳稅的耶 所以他們這個薪額 全部都灌水進去之後 一千多萬 這個稅不得了的耶 當然氣到跳腳 而且各位保健哥 我跟你講有一就有二 你以為說只有這一家嗎 沒有 現在有另外一家都跳出來 另外一家叫什麼 叫尼奧公司 尼奧公司 因為他原本你自己看 十二公司說 我們跟尼奧呢 都是獨自的法人 雖然登記負責人同一呢 但是各位不要混淆視聽 結果後來發現 十二也中獎 尼奧現在呢 回去一查 也中獎 他說我們呢 包括十月二十號 尼奧公司 這個我們講兩百一十六萬 也沒有這一筆 一月十五號兩百萬 也沒有這一筆 總共三筆 莫須有九百一十六萬 所以各位啊 這兩間加起來 我幫你算一算 三千萬 報假上報了三千萬 就這樣這麼誇張耶 而且保留 而且他們是 十樂公司先去看 這個監察院的這個報告 發現怎麼自己被灌了五百萬 被灌了一千萬 結果就告訴尼奧公司 再去查 才發現一個是兩百一十六萬 一個是兩百萬 這個東西也是莫須有的 總共九百一十六萬 如果我沒有查 我都不知道 那如果查去 那只有十樂嗎 只有尼奧嗎 對 而且我有講 為什麼這兩件事情 這家公司會發現 因為我們昨天就在那邊 討論說木可公司 這個我們講政治千金 亂報嘛 所以廠商看到媒體報導 的時候好奇說 那我也要去看一下我的自己好了 就看了之後 你把我灌了三千萬進去 到時候國際局來查 我是白口莫變耶 完蛋了 完蛋了完蛋 結果保留給我講 不只是這樣子 因為我講有一有二 那有三有四 你要去查了 我當然去查 十樂公司這邊也中獎 對不對 那尼奧公司這邊也中獎 你自己看喔 客問怎麼報多少錢 十樂公司就兩千五百萬 那尼奧公司多少錢 三千五百萬 結果這兩間公司 都同一個負責人 那我問一下 因為我仔細看之後 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包括有一家叫做時間的公司 我不知道他是誰 他這邊也報了一千萬 那一樣什麼影音投放啊 廣告費 那另外一家叫神采公司 那我現在懷疑的是什麼 我請這兩家公司喔 你最好趕快注意一點 趕快去查自己的帳 因為如果你一查 發現根本金額段落都不容 然後或者是沒有這筆帳的話 那我講事情就大條了 好 我們最近不是講說 有一個小草 任勞任怨 非常辛苦的幫阿伯來做事 今天你要不要 你今天臨時跟我講說 我要這個所謂的新務的發表會 我不眠不休 我半夜都不睡覺 我幫你趕出來 趕出來我幫你做了很多 你現在要進學小務 結果他說我根本都沒有收到錢 然後我就無怨無悔 那後來我們這個新聞都出來了嗎 那就有人問他 那你現在收到錢了嗎 沒有 保留我現在不是用政治人物來做評價 我是以一個人格做評價 你想想看 木可公司這家公司 到底有沒有在營運 不知道 然後裡面的款項呢 什麼授權費 亂匯一通 結果現在又被發現說 不只是木可公司 就連其他公司 連尼奧 連我們剛才講到了 你都敢用黑龍誓 給人家亂填術士 結果現在更慘的是什麼 人家講代收代付就算了喔 結果你木可公司不是什麼 你是代收不付耶 因為從那到晚 你拿了一千三百萬授權金 拿了民眾黨這些小草辛辛苦苦 五百塊五百塊 捐了一大堆政治現金 結果你叫什麼 下游廠商去幫你做事情 下游廠商是誰 做對的事 這是一個小廠商 就是說他們搞了一個叫做 力鼎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對這特別是在哪裡 因為他們都是支持你 相信你 而且說阿伯不放棄 我們絕對不放棄 全部都是小草耶 那這些小草你知道多有心嗎 說好吧 那既然阿伯需要我們 我們就來幫阿伯做商品 做這些建置 開發設計 採購銷售 全部通通包辦 那我也不知道木可公司在幹嘛 從頭到尾什麼事也沒做 然後呢做完之後 好 那我們連錢都代付好了 結果錢代付 最後寶提哥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發生什麼事 木可公司根本就不理他們 沒給錢 沒給錢 然後說這你們家自己的事情 他特別講到 我與團隊無所不用其極 湊出了大部分的款項 我們就先顛覆了 顛覆了以後 他說那我們就去問說 那你的錢要不給我們了 他講說我們就遭到對方 不讀不回 已讀不回 然後無止境的循環 然後呢我們現在已經造成 我們現在有很大的問題 這些小物都是我們自己 要承擔最大的一個成本 他只希望說 這些東西你要給我們吧 結果錢不給 不給以後他最後沒辦法說 我現在還有你的庫存 希望能夠趕快賣掉 而且當他們賣掉 這些小物的時候 每賣掉一個東西 還要給阿伯百分之十五 保良哥你知道這個產在哪裡嗎 第一木可公司已經跟小草 收了大把大把政治現金 進到自己的帳內 然後呢委託他 希望他能夠製作文圈小物 製作商品 結果他也沒有自己製作 叫給外包廠商來 結果外包廠商又是小草 小草呢還真的幫他做產品 幫他販售 販售完之後呢 結果呢 他又不給小草錢 慘到小草要跳樓大拍賣 把這些商品自己出新 自己出新 要去墊付成本 但更慘是什麼 保良哥你知道嗎 他們最後雙邊告上法庭了 現在已經進入到訴訟天罐了 你知道為什麼會告嗎 不給錢啊 因為到現在各位 這是2023年12月9號的PO文 不好意思喔 今年是幾月9號 2024年7、8月囉 結果你看到他的留言說什麼 款項還沒下來嗎 這是有個網友好奇問 他說對 我曾請你跟他主席的時候 還沒有任何的關係 沒人理他 代表到現在 還是不給他錢 錢還沒有給他 他全部都自己付 而且現在已經會修勾僚專門幫了 為什麼會修勾僚 你看到一個人的態度 陳佩琪 陳佩琪之前已經很久沒有發臉書 臉書發了也就是說 他特別去問了柯文哲 剛剛講的那三大愛 今天居然跳出來 跳出來出來我私立不中 我從來沒有看過陳佩琪道歉過 我也從來沒有看到陳佩琪示弱 他今天竟然道歉 今天竟然示弱 為什麼道歉 為什麼示弱 連他的兒子都被扯進來了 所以這時候有兩個字 所以是有極了 我跟你講陳佩琪真的極了 極到不行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 炎燒到他兒子身上 結果他自己又自爆 我實在不知道這家人 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問題那麼一大堆 他說 我這個一夜輾轉難免 他也睡不著 他也睡不著 現在兩個人都睡不著 柯文哲也睡不著 而且他說柯文哲是 鐵親著一張臉回家 為什麼呢 因為陳佩琪自己自爆 根本沒有媒體寫 他自己說 我就想要開一間咖啡廳 然後開一間咖啡廳 因為我想說我現在是公務員的身份 所以我不適合開咖啡廳 你看他說公務員不可當公司負責人 所以時間我想說 我原本想要在黨慶的時候 開這家咖啡廳 但怕來不及 所以我先用別人的名字 等等 別人是誰 寶梨哥你猜猜看別人是誰 他兒子 就是他兒子 所以他是 戶子心切 像這個事情大條 我不能害到我兒子 收到他兒子了 所以你看 我叫我兒子 入資10萬之後 趕快退休之後 再換自己當負責人 再投入自己的資金 就不會產生稅務利益 台北店面不好找 所以我把公司設成黨部地址 寶梨哥你知道這個利益在哪裡嗎 不是 我不懂的是 台北店面不好找 那台北店面不好找 代表你還沒有成立咖啡公司 你還沒有成立咖啡公司 你急著成立公司幹什麼 對 再來我們講 不是你已經要成立一個咖啡公司了 成立咖啡公司哪那麼簡單 你要裝潢 你要進貨 你要人員編制 你要訓練 這都要花時間的 你現在八字還沒一坪 你幹嘛急著成立一個公司 對通常都是我們找好地點 躺好租約 躺好房租 然後呢弄好 算好我們講的成本代價之後 最後呢 開始要營運之前 我們再趕快把這個公司成立嘛 結果他不是顛倒過來 但我們講這不重要 重要是什麼呢 這個整個部分 這個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 用人頭成立公司 這就衛造文書啊 這真是我們講的 就是我們講的 假的啊 這就是違法規律啊 這個叫罪己照 他等於是把自己的最賢最壯的 直接呈藏正貢 就可以提供檢察官了 那你直接看下去 所以你看到後面的講就是 我是希望我能夠回饋社會啊 等等什麼的 但最後 陳佩琴竟然道歉了 他在這邊 他什麼時候道歉過 對嘛 所以代表他真的急了嗎 因為他知道這個東西 被人家告發 他有講喔 我不知道這個違法 聽先生好像說有人去告發 那我反問一件事情好了 如果你不知道 如果沒有人告發 難不成你們就是這樣違法 直接把這個店 繼續給開下去嗎 不是而且如果剛剛講的 現在把這個 柯文哲這些所謂的這個 競選經費的問題 這個所謂的 一掀開來 我覺得真的是一筆爛仗 剛剛講 你現在用木可公司已經構成了 木可公司根本是怎麼講 你用我的肖像你去製作成品 你用我的肖像製作成品 我現在給你授權金 而且很多授權金 那你現在跟我講出來 不對啊 那是因為他要幫我禮貨 他要幫我處理 這完全都不上 因為在帳戶上面 授權就是授權 禮貨就是禮貨 你根本把一般的人民當白癡 結果你這已經夠扯了對不對 你居然還拿自己的兒子當人頭 當兒頭 當人頭了以後 竟然還跟自己的競選總部 放在差不多的地方 這已經夠扯對不對 竟然你今天去那個什麼 犧牲小草 叫小草做牛做馬 你不給人家錢也夠扯了 你今天還敢虛報 虛報賬目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 剛剛從尼奧公司到十二公司 這兩間都是假賬 結果他連木可公司 我都很懷疑 他是從大到小 通通全部都用騙的 因為你看喔 影音製作專案 這個東西我都懷疑說不對啊 那保德哥我訪問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木可公司 他底下到底有幾個人 他到底有幾個員工 他到底設在哪 因為他設在 他在跟柯文哲同一個辦公室耶 對不對 跟柯文哲同一個辦公室耶 那我就講一個邏輯好了啦 比如說我要影音製作 那你想想看 木可公司他是會說呢 我大費周章 請了十幾個員工外包呢 然後有這個員工的薪資發放之後 然後請他們來製作影音 還是說反正我都跟柯文哲同一個辦公室嘛 那我得到這個標案之後 我就叫裡面的黨工 直接來處理掉就好了 他為了這個問題存在 你懂嗎 然後兩百萬兩百五十萬 就這樣子開櫚了 對嘛不然我現在就請木可公司 請你提供給我的員工薪資證明 我看看你到底有幾個員工嘛 來包括我們講的胖卡宣傳車 來你的胖卡科登記產權在哪裡 再來授權金 這個是我最沒辦法接受 因為授權金有一筆兩筆三筆四筆 包括商品授權金 但最後高達一千三百萬 但我們剛才看到啊 那個出來哭訴的小草 請問一下木可公司真的有做事情嗎 沒有啊 從頭到尾我們講從產品的設計 倉儲 物流 包包 銷售 社群 網站 他說的都是我弄的 對 所以代表你木可公司從頭到尾沒有做嗎 那沒有做你怎麼會收這些錢說 哎呀那個待遇人跑出來講 發言人跑出來講 而且應該要講的 你這個授權金 如果真的要是做這個禮貨錢 那你也給人家的小朋友啊 結果你也不給人家小朋友 那你錢跑短打去了 對然後再來我們講了 你說啊我們有中秋禮盒咖啡 入咖啡 製作競選物品服飾等等 我跟你講寶律哥這問題可大了 為什麼 因為這些東西喔 木可公司做出來是要賣給誰的 賣給外面的人的人的 結果你今天民眾黨 競選總部去買了 對你花了大把蠟的鈔票 然後買了一堆這東西 然後你也不能送 你到底買這些東西來幹嘛 不才有租車費 對那最後最扯你知道什麼嗎 來四千多萬 你如果說這四千多萬呢 你用政治的先進行方式 有捐回去給民眾黨黨部 這個東西我們大家還可以再討論 問題是什麼 沒有 靈元 從頭到尾這些莫名其妙的巧立民墓 我跟你講更正 拙列民墓的錢 進到什麼 全部到私人的戶頭 全部到私人口袋 所以我跟你講柯文哲 你這種爛事一大堆 你真的完蛋了 你昨天提議人家在柯競選總部 跟這個木可公司合作 合作了你說說 怎麼會有授權金 授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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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有授權金 照著講你用我的商標 你用我的頭像 你用我的這個KP兩個字 照著講你應該給我授權金 怎麼可能我給你授權金 你還提議人家說 會不會阿伯在做搞洗錢 阿伯在掏工整個競選總部 人家今天就有解釋 而且是用台灣民眾黨的新聞稿 人家新聞稿講說 我的政治現金 申報給木可的授權金 是授權 木可可以貸管管理的成本費用 我要寄東西 我要送貨 我要禮貨 我要倉儲 我要客服 這麼多錢都要錢的 把你給五塊五塊 我們全部都五塊了 他說什麼 授權金 一般人家的概念理解 授權金應該是什麼 就是說我的版權 我的肖像 比如說迪士尼 要把米老鼠印在T恤上 你要不要跟他買授權金 授權金 對這是我們傳統定義的嗎 所以我要唱周杰倫的歌 我也要給周杰倫授權金 對 不用我們現在唱都要 不行 就不行對不對 因為我們沒有買版權 結果他說不是 我的授權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呢 把東西呢全部交給他代管 那小物啊 物流啊 倉儲啊 他幫我代賣 所以呢我總共呢 零零總總 匯了一千三百萬給他 好寶健哥 我們先且信為真 這個概念 來各位我們看到這張圖 所以他總共有什麼 授權金一筆 兩百五十萬 然後呢我們講了 商品授權使用費 商品使用授權費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兩個文字要顛倒來 但是都一樣的意思 最後再一筆授權金 四百五十萬 加起來一千三百萬 那理論上來講 柯文哲叫他們 做這些事情 給他這麼多錢 他應該要賺非常多錢嘛 對不對 寶劉你知道賺多少錢嗎 賺多少錢 我算過了 來咖啡啦 服飾啦 然後李林總總 什麼咖啡禮盒 咖啡授權 然後製作這個物品 加起來 我跟你講他總共賣出去的東西 只有四百萬而已 所以有這個道理嗎 寶健哥 我給你一千三百萬 拜託你幫我做商品 賣商品 結果你只有 只賣四百萬 只有你賣出去只有四百萬 我們先講阿伯的咖啡包 阿伯的這個杯子 阿伯的所謂的這個桌墊 滑鼠墊 只賣了四百萬 對 那更怪的來了 各位好 你說我授權給你 希望你幫我做競選小物對不對 那怎麼又會有這個競選物品的 這種費用又跑出來了 那怎麼又會奇奇怪怪的 製作費一室 然後不知道你到底要製作什麼 跑出來 怎麼又會有我們講商品 一批又跑出來了 因為這些都是很外付的錢阿 那理論上來講 我授權給你 叫你處理這些事情 就直接買斷阿 對不對 那怎麼會這樣子 你連胖卡宣傳車的 租賃費用都要付 對 而且我真的很好奇耶 五六二二九百塊 然後商品一批到底是什麼意思 再來寶傑哥我們講了 如果他是授權 把這些東西 全部給木可對不對 叫你幫我處理 幫你弄競選小物對不對 那木可理論上賺了四千萬 他應該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你知道什麼事情嗎 回券 對吧我是授權 可以請你代管幫我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你最後的營利 是不是有一部分 要全部撥給我民眾黨做使用 所以你說關鍵字眼出來了 導播再開這個字眼 今天台灣民眾黨想要解釋 為什麼我要給你搜權金 如果要給你搜權金 就代表木可只是一個代管公司 代為管理 如果是代為管理的話 那我們就要為下面一件事情 那你賺的所有錢 那不應該是民眾黨的嗎 對嘛我給你一千三百萬 我當然是希望這個一千三百萬 會變大變三千九百萬對不對 然後還給我嘛 那寶傑哥來 我們來一個好問題 你猜猜看 最後木可公司還給柯文哲多少錢 多少錢 零塊 沒有 我查過了 一毛都沒有還給他 有 有一次木可公司良心發現的 可是你想說我吃了柯文哲這麼多錢 我應該還一點點給他吧 他寄了一百萬過去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退還 柯文哲太慷慨了 一百萬不用啦 拿去看醫生 就是他還還回去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一毛都沒有給 這個所謂的競選總部 沒有給民眾黨的話 那叫什麼代管費用 那等於說這個木可公司太好賺錢了 今天我所有的成本 你今天既選總部幫我cover 今天賺了所有的錢到我的口袋裡面 天底下有人這樣做生意的嗎 所以保倫我都想認識柯文哲 我都在想一件事情 我如果認識柯文哲 柯文哲說 我跟你講給你一千三百萬 我授權你幫我處理商品 然後我說那我商品賣掉所得怎麼辦 你自己留在荷包裡面就好 都不用給我 什麼意思 他把他的肖像權給我 他把他的商品給我 他花錢給我 那我賺到的錢還是我自己的 太好康了吧 而且我跟你講 那商品賣有夠貴 我們以前是不是有講扁帽 對 講一些什麼工廠 那為什麼我要舉這個例子 扁帽也好 小英商號也好 他們最主要目的是什麼 不是影片 宣傳 對 他們目的是在做政治宣傳 能夠讓蔡英文的東西 能夠讓陳穗北的東西 被越多人看到越好 但柯文哲這個不是喔 來你看喔 他就是一個小小的KP 然後甚至有什麼7.5 那很貴耶 當然很貴啊 甚至更貴的是什麼 他的咖啡 我最受不了的咖啡 那你看喔 咖啡杯一個多少 賣590 這也不便宜啊 但保留哥我跟你講 最貴的是咖啡 因為為什麼 他綠掛式的一包咖啡 可能50到60塊 你有看過一包5060塊 綠掛式嗎 而且我問一下 咖啡能有宣傳效果嗎 沒有 我買到我在家裡 我抱了垃圾丟垃圾桶 我要怎麼宣傳 所以說照理講 一般來講 我是賣帽子 我賣衣服 我賣杯子 上面丟我的logo 有我的mark 我可以拿來拿去以後 證明第一個 我喜歡柯P 還有讓幫我變成我的宣傳 對嘛 就不是啊 他賣的東西都不都是為了一個目的 就是我要盈利 但盈利呢 也不是民眾想賺錢 也不是柯文哲賺錢 是木可賺錢 是一家私人公司賺錢 那木可的董事長到底是誰 結果發現 原來是柯文哲高中同學 他是叫做李文忠 過去呢 曾經我們講的 還當過北捷的董事長 那他是由他的妹妹 各位不是李文忠 是他的妹妹 李文娟出來說 但我就只有一個句話要問啊 你民眾黨 幹嘛幫私人公司講那麼多 因為講了老半天 從頭到尾 你又沒有賺到爸爸的錢 你那麼激動要幹嘛 不是第一個就是 這個授權費 如果你今天用了柯文哲的銷子 你用柯文哲的這個資項 你到底有沒有給柯文哲的錢 到底柯文哲給你錢 還是你給柯文哲的錢 好如果今天你說我是因為 你把我代為管理 代為管理 我要禮貨 我要寄貨 我要倉儲我要客服 這麼多錢就代表 你根本就是我的子公司 我幫你cover所有的成本 那你賺的錢 不應該給我嗎 沒有 我們也非常好奇 那賺的錢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對 一毛都沒有給柯文哲 所以我跟各位講喔 保健康這個好問題 坦白說全世界現在 沒有任何人知道 只有李文忠跟李文娟知道 只有柯文哲知道 鬼知道 因為那私人公司 難怪有人想說 這個是歐龍誰都 這是無鬼搬運 這是把競選總部的錢 洗到了木可公司 那木可公司 那木可公司最用的錢 對 最可怕是什麼 它總共已經有四千萬過去了 但你要想想看喔 因為你打開柯文哲 所有的官網裡面 他都跟你講說 趕快來賺內給我們 贊助我們 來支持我們 結果點進去 每個都跑到木可商店去 所以他們就講說 除了說我們剛才講 這個洗錢恐怕 很有大的問題 很有可能會中獎之外 最主要是什麼 他這個明明法條很清楚 柯文哲也很清楚 因為有什麼 他只能收受政治獻金 黨費 補助金 或者是提供出版品 宣傳品 換言之這些錢理論上來講 對 好你說我這就是出版品 宣傳品 那他這個錢金流 應該要進到哪裡面 政黨裡面 強迫喔 我不是開玩笑喔各位 是強制喔 你政黨要賣東西 沒有人說不可以喔 但你最後一定要進到政黨裡面 你不能這樣胡搞喔 你不能說最後就放到外面 然後自己還可以提款卡 ATM插下去 零五千塊出來買個咖啡 插下去三千塊再拿出來 所以我反正各位 我們剛才在講 你仔細看這個帳喔 我們剛才不講不知道 你仔細研究 你會發現很怪 第一個影音製作專案 首款250萬 好這個我來給你過 製作費160萬 0848 我請就下寶了一個製作者 製作什麼 不知道 製作什麼不知道 再來胖卡宣傳車注定 然後我就問一個簡單問題 就好了 木可公司旗下有沒有產權登記說 你有胖卡車 如果沒有的話 這到底是什麼鬼 什麼意思 我今天民眾黨要租胖卡車 我笨笨 我不會租胖卡車 所以我把錢交給木可公司 然後讓他賺一手之後 然後木可公司再去幫我找胖卡車 難道是這樣子嗎 來製作性選物品 咖啡禮盒 服飾等等 你想要重點了 木可公司如果沒有胖卡宣傳車 那他拿什麼去租給人家 用誰來跟他租 那租的這個錢 不是買空 人家是買空賣空 你是賣空買空 更扯 他還有更扯 你看胖卡這個至少 還要寫一個名詞出來 他這個直接不跟你演了 租車費 他就租車費120萬 你有車可以租人家嗎 不是 對 他會說租車費 木可公司可以做租車費 對 經營租車事務 對 我就問你吧 你心下有沒有等級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帳目 我坦白講 從頭到尾 我就覺得越看越奇怪 到底是真的假的 說清楚講明白 好 所以惠誠 這到底怎麼回事 是 寶貞哥我跟你講 現在我們大概先理一下 就是一般的政治人物 他們通常是譬如說 如果選舉的時候 我有政治收現金 然後你捐錢給我對不對 我會給你一個小物 譬如說毛巾這一些 異數異數 異數異數 這個東西是我請人 製作廠商做完 然後做完 但是所有錢全部都 製到我這個政治帳戶裡面 然後另外一種 就是說扁貌工廠 就是說你所有的這些小物 直接跟扁貌工廠買 賺的也是扁貌工廠的 但是扁貌工廠 可能到最後 會用政治現金的方式 再捐給我阿扁 或是其他的方式 現在最可 最奇怪的一件事情是 這個科評在弄這件事情 是兩個混在一起的 怎麼說 重點是他這個錢 不清不楚 我跟你講 我甚至懷疑 整個這一張全部都是造假的 我們來講 我們就來講 譬如說你說咖啡盒 中秋禮盒 入咖啡禮盒這些東西 我問你 既然木可公司 已經有電商平台 小草要買咖啡 錢應該是直接進的 他就小草都直接買啊 對 直接木可公司 請問一下 你競選總部 為什麼買了1300多萬的咖啡 跟衣服 跟這些東西 你又不是賣給小草的 小草是直接跟木可買耶 那你這些競選總部 你買這些東西 你要幹嘛 你要幹嘛 你能送嗎 對啊 不能送啊 因為送的話不能超過30塊 超過30塊就會選啊 所以現在他先拼湊這些喔 你買了110幾萬的咖啡禮盒 你買了122萬的咖啡 你買了250萬的衣服 你買這些東西 幹嘛 我問你 你幹嘛 是不是 是不是很奇怪 而且我再問一句 所以剛剛雨萱本來認為 中間有問題 是那1300多萬的授權金有問題 你是覺得 這4000多萬都有問題 是啊 這4000多萬都可能是洗錢 這4000多萬都有可能是 掏空競選總部的錢 是把競選總部的錢 歐龍誰都掃出來的 對啊 因為我就說嘛 小草如果要買咖啡要買衣服 錢是進到木可公司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他們競選總部的錢 虧錢給木可公司的 對 那我問你 你沒事 你又不是說人家錢直接進到你的 那個券總 進總木 然後你就買斷 然後再送 不是啊 因為你已經有木可公司了嘛 所以如果木可只是你的代工廠 你今天所有的訂貨買貨 都在競選總部 那合理 那我就等於說 我今天付給木可公關公司 你的成本 我該給你的成本 該給你的錢 沒有 可是不對啊 我們看到的是 你不管是要捐錢 不管是要買東西 都是跟木可公關買啊 然後第二件事情 既然你競選總部 你買了那個1000多萬的 不是1000 加起來大概1000多萬的 這些什麼咖啡衣服這些 那你這些東西是拿去送人嗎 還是從頭到尾都沒有這些衣服 這根本只是數字來數字去 誰會知道 不然你現在你的競選總 因為小草要買都直接 跟木可直接買了喔 那你競選總部 那木可公司多肥啊 小草一批錢進到木可公司 你要買咖啡 你要買咖啡杯 你要買咖啡杯 你要買衣服 你要買任何東西 木可公司已經收了一筆帳 收完一筆帳之後 阿伯又這麼好 阿伯用這麼多東西 又進到木可公司 對 而且我問你喔 這個阿伯又買了1000多多東西的衣服 咖啡 給木可公司對不對 那木可公司有沒有出貨 誰知道 他有沒有出貨誰知道 好那再來 因為木可公司是民營企業公司 木可公司 到底光是阿伯這一團選舉 賺了多少錢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現在我跟你講 我覺得整個都一團很奇怪 可是犯法嗎 我個人覺得 因為你知道我們跑財經也一二十年 世聰哥也跑很久 你有看過這種賬嗎 更何況 我跟你講他整件事情很奇怪 就是我剛剛不是說嗎 選舉就兩種 一種就是我買斷 你只是我帶工廠 那如果是我買斷 你只是我帶工廠 怎麼會有授權費這件事情 所以授權費這件事情很奇怪 就矛盾了 對那如果你是走第二種 就是扁帽工廠這一種 那授權費也是應該你給阿扁 也不是人家扁帽 那個是完全沒有授權費的問題 可是如果你是走第二種的話 根本就不會有買咖啡這件事情 因為要買的人 就直接跟扁帽買了啊 就直接跟木可買了啊 所以他把兩個東西 混在一起耶 所以你什麼賬都會 什麼錢都敢用 我大膽揣測 你這個一千多萬買咖啡買衣服的 根本也只是帳上數字往來 你如果真的有這個東西 買這個如果有的話 那你也不能送嘛 那人家小草也是買嘛 那人家小草也是買嘛 所以我現在覺得這個很奇怪 再來 保健哥你以為只到這裡嗎 沒有嗎 我跟你講他誇張的還在後面 最誇張我個人認為這是最誇張的 怎麼樣誇張 你看喔他說 這個所謂的授權金 是帶什麼禮貨啦 寄貨啦 送貨啦 倉除客服 然後是屬於授權啊 實委委託作業管理對不對 嘿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另外一張是有一個 邱小姐她在2023年12月9號的時候 對 她12月9號那時候還在選舉喔 她說什麼 大家好我是邱某某 今年26歲 我跟我朋友 講白她們就是小草啦 她們跟她的夥伴 成立了一家叫 立頂整合行銷公司 她們從8月1號開始 跟木可公司合作 製作主席的桌邊商品 我們囊括 開發設計 採購 銷售 玩也 經手木可商品公司 上架 及擬定配套組合 相關社群建置喔 那我問你 所有東西 都是這家那個立頂公司在做了 請問你木可公司做什麼 你到底做什麼 而且我跟你講喔 而且這是2023年12月9號 當時他們認為我是做對的事情 還很驕傲地把這個弄出來 結果現在變成成塵堂正共 寶傑哥你知道為什麼PO這個嗎 因為所有 因為他是設計什麼的 所有他發包給人家衣服 買茶葉這些 他們先帶電錢的 他們這個團隊先帶電錢的 他發這個文的時候是說 我們今天帶電到 我們已經沒有錢了 我們跟家人借錢來弄這個 然後他說 他為了貨款的是 跟你木可公司的一個 李什麼小姐 反正李軒可然李可軒小姐 他說我與團隊無所不用其極 湊出大部分的款項先行澱付 然後他還造成各種問題的時候 我們承擔了大部分的成本 然後再來 他說我們跟你這個木可公司的 李婉軒小姐 還有夥伴那個洽談 結果到後來 你已讀不回 不讀不回 所以等於是到最後 你知道這個小 這個他們為什麼PO給 還去欠別人 等於他欠人家貨款